你结婚以后喜欢上别人怎么办 你会开小差吗 绝对不能 能开小差还是不会喜欢上别人 都不能 这话我可以 一路上你也不说话 怎么突然让我接你回家 男朋友接女朋友回家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你不对劲 我今天见白老师了 我觉得他有问题 以我对你的了解啊 你肯定是直接把问题问人家脸上去了 人家不想惹麻烦 也成不成有问题 这个事情肯定不对劲 通常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都很准 你对我有感觉的时候也很准 你这时候实际不对啊 其实说到底啊 你在乎的不是白老师 只是姜蕾蕾而已 所以你只要证明 老罗跟姜蕾蕾的感情没有问题 家庭稳固就够了 不要用质疑去验证质疑 那你明天跟我们去度假吧 莱莱跟老罗想请我们去度假 本来我还没有想好 你在怕什么 怕我吃了你 不怕你搁着我的眼 那轻松吧 我来安排 来一个 这个换一下 都够得着 海鲜过敏 你们吃 自作多情哪 这儿真挺不错的 老板也挺有心的 是啊 今天酒店啊 就环境还有服务都特别好 要不我和老罗也不会每年都来这里度假啊 而且我们每次来这里也没做什么其他的 就是吃吃喝喝 散散步好好放松一下 身体心灵的压力都会得到缓解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常来啊 反正离得又不远 可以啊 以后就一起来嘛 这样热闹 对 而且呢 这儿还是我们两个聪明月的地方 有喜气你们得多搁着 是吗 我睡着桌上怎么那么多蜡烛呢 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啊 刚买房子不久 身上没什么钱 办这婚礼啊 还是贷款办的 婚礼结束以后 拿分子钱还那贷款 都还完以后啊 身上只有一千多块钱了 本来我答应啊 带她去国外度蜜月呢 可这点钱啊 分分就没有 当时我都想 不用度蜜月了 这钱都是过日子多好啊 那我坚决不同意啊 我是觉得啊 无论如何 这个蜜月必须得度 钱没了 咱可以挣啊 但是结婚和度蜜月啊 只有一次 对 你看 你应该比较了解男人的想法 一个女人 离开她的父母 一个人嫁入你的家里来 挺不容易的 不能亏待她 绝对不能亏待 反正我要是结婚啊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我另一半的 我相信 话可别说得这么难 如果你结婚以后 喜欢上别人怎么办 你会开小差吗 绝对不能 不能是什么意思 不能开小差 还是不会喜欢上别人 都不能 这话我可听到了 你若是以后开小差的话 我可会得好听好好教训 我保证绝对不可能 那就好 那将来的你吃 我只是打个比方啊 如果有一天 我看到你们家老罗开小差了 你希望我把这事告诉你们 什么例子呀 我们家老罗不可能 只是打个比方嘛 如果有一天 你生活的馅饵堂倒了 不能适应得了吗 我怎么知道 又没发生的事 我们没法假设 你放心 我不会让这个象牙塔倒掉的 如果倒了 浩天 你就替我教训他 好 包我身边 来吧 喝酒吧 好 喝酒 感谢二贝的扎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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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啊 好 开心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